來看的是我們臺灣人生肯的 譬如說今年創下新家紀錄 而且是全世界的生意相救 根據一項調查 發現已經結婚的婦女裡面 有六星三 說每次的 這五星都是意外 而且有這兩星期婦女 會進行林港的老天 臺灣生育女七少六甲 今年是全世界生育女 最多的家國 每個婦女 平均生不夠一個孩子 除了婚婚 沒結婚的原因 現在連已經結婚的婦女 也沒想到生孩子 根據國警教授 調查發現 過來二十歲到四十九歲 論中二千六百多歲 已經結婚的婦女當中 有六星三的婦女 每一回婦女都不是結婚的 明顯比後出國家的五星 更高 調查也發現 以外外婦女之後 有兩星到四十五路 會進行人工的流散 現時就國人 接婚跟結婚的婦女 相由的觀念 需要加強 因為沒有準備好 然後也可能是不是期望所在 他所產生 就是不能保住孩子的因素 就相對比較多 所以我們也有發現說 非計畫懷孕的結果 需要做人工流產的比率 是有比較高 另外國警教授發現 年會越少年 高校的程度越低 經濟狀況不好 因為婚姻沒什麼重要的婦女 以外有新的婦女更高 另外保護家庭 將人工流散動作是適合的節約 所以國警教特別提示 如果沒什麼五星 應該適前做好節約的措施 已經結婚的人要做好 先以後結婚 再來五星 記者總報道